大唐盛世,这是现在的人们对唐代的印象,世人都知道唐朝是十分的繁华朝代,足足辉煌了二百年之久,这么繁华的朝代,在消失后,为后人留下大唐不夜城唐人街等,痕迹,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唐朝对现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,甚至有些海外的人现在还称中国人为唐人,这些都足以可见唐朝的盛世,唐朝作为历史上的璀璨时代,却也逃不过被灭亡的命运,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近代黄金甲,这些都隐隐暗藏着唐朝的灭亡,经过唐玄宗的这一系列举动,唐朝一时间达到了鼎盛时期,使商业达到了顶峰,同时,唐朝对外来文化的支持, 对当时的商业,生产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,从唐太宗的贞观之志,开辟了丝绸之路,再到如今唐玄宗的开源盛世,这些都不断地象征着唐朝的繁华。 公元874年,人祸未息,天灾接踵而至,洪涝干旱轮番侵袭着这片荒芜的土地,使得百姓颗粒无收,饿嫖遍也,即便如此。 衰败腐朽之际的唐王朝,也并未因此减少一丝一毫的颜苛赋税,更未对百姓进行任何的剥粮赈灾。 颜商出身的皇朝,虽然不缺钱用,但是因势农工商的阶级规则,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。 皇朝,野心勃勃的他,便借此揭竿起义,每攻下一座城池,就开仓放梁,救济百姓。 一时间,皇朝便成为了百姓心中的救世主,无数流离失所的百姓纷纷加入他的起义队伍,作为首领。 皇朝被众人拥立为皇王,自封冲天大将军,但是一直转战各处颠沛流离的起义生涯。 也使得皇朝感到厌倦,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性,皇朝也和古代大部分平民起义领袖一样,不是为了普天之下黎民百姓的人民利益而战,而是为了个人的权势地位而战。 所以,起义期间,皇朝曾两次主动向唐王朝示好,希望可以得到唐王朝的招安,成为领皇梁的正规军,同时给自己混个衣冠半职。 谁料他的两次示好都惨遭拒绝,一怒之下,皇朝便一路杀王首都长安,无人能挡。 但皇朝杀进长安城中时,大臣们早已各自鸟兽散逃亡,撇下皇帝不管了。 而百姓则将皇朝起义军围得水泄不通,纷纷家道欢迎,皇朝颇为感动地画下大饼。 皇王起兵,本为百姓,并向长安城中的平民发散救济,将长安百姓感动得一他涂地。 结果没安稳几天,皇朝手下的士兵就开始蠢蠢欲动,在长安城中四处烧杀抢掠,为了肆意掠夺百姓家中的财物。 皇朝起义兵杀得横尸遍野,血流成河,以至于内裤稍微锦绣灰,天街踏进宫青谷。 而皇朝本人,为了斩草除根,竟然下旨将礼堂王室的人全部杀光殆尽。 只有李轩和弟弟李业早早地成功逃脱,幸免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,皇朝正式称帝,改国好为大旗,开启了荒淫暴虐的生活。 与此同时,当初跟皇朝起义军一同打江山的朱温,也开始迅速崛起,成为一方军阀。 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。 渐渐的,朱温的野心也愈发膨胀,于是,他开始暗中联合流亡在外的唐朝遗孤李轩,率兵回到长安,取下皇朝的首级。 结果李轩皇位的屁股都还没坐热,朱温便再度反叛,被刺李轩,无奈之下,李轩只能再度展开流亡生涯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,皇位只好留给弟弟李业来继承。 唐王朝大势已去,无论换成谁来当皇帝都无济于事,所以李业也完全不是朱温的对手,最终不幸落入敌手。 于是,朱温将李业抓回长安,上演了一出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,独揽大权。 之后,朱温便又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,洛阳是朱温的大本营。 在这里,朱温不但可以为所欲为,还可以对完全失去利用价值的唐王氏赶尽杀绝。 很快,朱温就命人在一个深夜残忍杀害了李业。 使其惨死于乱刀之下,为了斩草除根,朱温以宴席为由将李业的九名皇子召集到九驱驰,在众皇子推背换斩。 久憨之时,将其残忍勒死,并抛尸黄河。 然而,唐王氏的灭绝并不能打消朱温的疑虑,为了将自己的篡位之路彻底清理干净。 他将大唐剩下的最后三十余忠臣,全部集结在白马义,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。 而他们的尸体,也同样被抛入黄河之中,将滚滚东流的黄河水染得一片星红。 在排除所有威胁之后,朱温正式逼傀儡皇帝唐埃宗退位。 大唐王朝就此咽下了最后一口气,正式宣告灭亡,极具戏剧性的是,朱温尚未仅仅四年,就被自己的亲生儿子亲手杀害,可谓是自取灭亡。 奇葩皇帝,朱温。 朱温生于今天的安徽省荡山县,祖父与父亲都是教书的。 朱温在家里排行老三,他不喜欢读书,还总找事,跟出道前的刘邦友一拼,在当地都是讨人厌的种。 唐熙宗年间,也就是874年,山东地区连年饥荒,盗贼成群,鸡民暴乱便出现了黄朝军。 没饭吃的鸡民踊跃参加叛军其实就是为了能有饭吃。 短短几年叛军就发展到几万人,因朱温父亲早亡,家境贫寒大不如前,朱温便与二哥朱存一起投靠了黄朝军。 后期朱存战死,朱温当上队长,880年黄朝军攻陷唐朝都城长安,唐熙宗逃往成都避难,派唐将诸葛爽驻扎在金陕西西安市炎梁区,受死的骆驼比马大。 唐熙宗虽说跑了,可对国家军队实力和战力没有多大的影响,黄朝见到此景就派朱温前去招安朱葛爽。 朱温也是有一套,还真把朱葛爽说服了归降了黄朝。882年,朱温跟随黄朝南征北战。 战功显赫,也成长为黄朝军里的主将之一,在一次与唐军王重荣的战争中被击败。 朱温要求黄朝军增援,发出多信求援,可就是没有回音。 后才来发觉是有黄朝军内部小人作梗眼红朱温战绩,在朱温参将和同僚的局势分析下,认为黄朝军取胜几率不大,又遇到小人当道,便一气之下带领部下投靠了唐军。 后来朱温认王重荣为舅父,上报唐锡宗,唐锡宗高兴至极,并说道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上将啊。 并授予朱温金吾魏大将军的官职,又赐名全中。 得到封赏后的朱温即刻率军与各路唐军汇合攻入长安,把黄朝军赶出了长安。 黄朝等于心有不满皆干起。 史料记载,黄朝出生于唐朝时期的一个盐商世家,在古代,也是一种非常稀缺且宝贵的东西。 所以凭借贩卖私盐,皇家很快便赚了个盆满钵满,在这样富裕的家庭中出生的黄朝的童年生活,过得也是非常无忧无虑的。 唐朝是诗最为繁盛的朝代,这个朝代孕育出来了浪漫主义的李白和现实主义的杜甫,在这些文区心的引领下,唐朝百姓对诗文虎也生出了别样的情感。 传说在五岁的时候,黄朝便可以和他的祖父对诗了。 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,成年之后,黄朝便走上了读书科举考试之路,他曾几次应试进入过进士科。 但是因为在后期的表现不太好,所以他后来都名落孙山了。 那个时候,他还满怀愤恨地写过一首《不地后复局》。 做完这首诗后,他便离开了国都长安,回到家中继承祖业,成为了盐帮的首领。 潜伏元年,全国各地爆发了多场水旱灾害,山东地区受灾极为严重,自然灾害的来临,不仅使得山东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大下降。 而且,还激化了当地的阶级矛盾。由于当时唐朝政府并没有拿出合适的对策,所以这也直接导致了百姓恶嫖,无处控诉的惨状出现。 但是,忍无可忍之下,身在濮阳的四颜贩子王先知和上军长等人,聚众数千人,在长元县揭竿而起了。 由于当时百姓普遍对唐王朝的统治都非常不满,所以义军一出现,便得到了各地百姓的响应。 看到王先知的号召力如此之大,皇朝马上就带着兄弟加入了王先知的队伍,开启了他们的造反大业。唐王朝的官员根本就没有想过。 一群百姓居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造反,所以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准备。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,皇朝王先知等人迅速占领了多座城池。 当朝廷反应过来的时候,他们的规模已经很大了。 慢慢的,他在权力中淋湿了双眼,带领部下走上了与初心相违背的道路。 一行人到达福建之后,直接化身为了土匪,开始了烧杀抢掠。 每到一座城池,皇朝便会命令手下冲进当地的官府。 屠杀官吏,抢官府的银子,随着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。 到后来他们甚至还把屠刀伸向了百姓。 在手里累积了大量财富和人力之后,官兵也不是他的对手了。 没过多久他们就率军占领了洛阳。 彼时,皇朝距离皇城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。 看着眼前的局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,唐锡宗秘密逃离了皇城, 就连百官都不知道皇帝究竟去了哪里。 让唐锡宗意想不到的是,他前脚刚走, 皇朝就直接兵临城下,接手了长安,并直接登基坐上了皇帝之位。 验证了他当年,心灰意冷的时候写下的那句冲天香震透长安, 满城近代黄金甲,成功坐上皇帝之位后。 皇朝也不像之前那么偏执疯狂了。 为了收揽民心,也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, 他开始实行起了一系列人政政策,并真正关注起了底层的贫困农民。 当然,在他兵临长安,登基为帝之后, 他也没有放过前朝的那些官员以及李唐宗士,公卿士族。 为了永绝后患,他对这些人实施了严厉的镇压政策, 对那些不服从他的前朝官员贵族。 他一律处以了死刑。 他只会保存在那些团内。 再次发现彁cent家的原因,